楼梯 楼梯 它其实是一个 一楼连接二楼的一个过渡期 SKS 周先生你们好 忘了跟你们打招呼 因为今天我犯了一个新地方 所以忘记跟你们打招呼 路过人间KL 来给你们拍拍手 来祝SKS 周先生路过人间KL 今天明天事事顺心 我们都知道楼梯 它是连接两层楼 这之间的一个桥梁 然而楼梯在风水里面 它会有一些状况 知行合影 它会有几个风水要注意的一个点 否则很容易 它会造成你居家的一个缺点 当然变成居家的缺点 你就容易会导致 变成是让你的风水出问题 楼梯 它有什么要注意的 首先第一个 楼梯不要在你房子的前半段 楼梯系在房子的前半部 什么意思呢 你的房子这样进来 从这边进来 那来说中间画一个 区隔线 你的楼梯不要在前方 而是要在后方 后方这一边才是正确的 那为什么不要在前方 因为你的楼梯 假如到前方的时候 你要了解 这楼梯啊 在前方气场 它是会直接上去的 那一旦上去的时候 各位 你的第一太极 因为你刚好在前方 他会跟第一太极在一起 那这样子 第一太极分道的气 就会变少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就会出现 你居家里面 因为一楼为主人 二楼为孩子 你居家的主人 怎样 管不动你家的孩子 陈建明你好 或者 一楼为主人 二楼为客人 你的 你家来的客人都比你还大 反客为主的一种现象 所以楼梯记在房子的前半部 因为他会帮你瓜分 第一太极的气 那你第一太极的气变少了 就是代表主人的气 他变少了 所以会有孩子 比较不听话 或者很容易就是 反客为主的一种情况 都来一些不好的客人 好 第二个 楼梯 楼梯 你要记得一件事 楼梯的下面 有些人 会为了要节约空间 他就把床部用在楼梯的下方 这是非常禁忌的 黄金城你好 这是非常禁忌的一件事 为什么 人不要睡在楼梯下 黄金城 阿也楼 你们好 人不要睡在楼梯下 为什么不要睡在楼梯下呢 阿也楼你好 各位 假如有人睡在楼梯下 在风水上 是判断这个人是即将要死掉的人 他才会睡在这个位置 即将要死掉的人 为什么他要睡在楼梯下呢 因为他已经没办法爬楼梯 当然你也不要再睡在楼梯下 为什么 因为他等同事压梁的现象 像有一次 我一个同事 他就说他外婆 就已经癌症了 那叫我去帮他看看 在风水上能不能够帮忙 结果一去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他的外婆就是 睡在楼梯下方 那我基本上就清楚了 应该是没有救了 应该是没有救了 因为已经踏不上楼梯了 然后只好有位置塞 就塞了 所以楼梯下方有空间 这一个你就算要塞 是要塞东西 你家一些东西塞在这个下方 而不是把一个床铺塞在下方 让人睡在那里 所以也不要把一个书桌压在那边 叫小朋友在下面那边读书 对他而言都是 一种不良的影响 所以这是楼梯 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两个 那楼梯 各位你要了解 楼梯它是连接 一楼二楼三楼 这楼与楼之间的桥梁要往上爬 所以你楼梯 很记作中空的 像很多家的美食 都很喜欢做那种建筑 有没有 我们楼梯最好是石的 但是他不是 他把你做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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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一种的 这样子你爬上去 气场就这样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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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会造成 气场会上不去 那这样子 当然你家的二楼 他的气 就会变弱 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个楼梯要石的 我们的班长 来了 我们给班长拍拍手 你们要跟班长拍拍手 跟他做朋友 班长的 班长的那个 动画 哎呀 他的片头被挡掉了 所以要帮他调整一下 算了 下一次再调 好 所以楼梯要石心的 了不了解 不要追求时髦用空心的 他其实在居家里面 他就是一个 会造成二楼以上气场 偏弱的这一种的情况 好 所以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好 那楼梯 他还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楼梯 有一些地方 他楼梯 这之间 他开了窗户 楼梯 然后一个平台 结果他在这边给你开一个窗户 那这个窗户太过低 他低于90公分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呢 气场爬到这边 溜出去了 就溜出去 所以这一种窗户会叫做断气窗 这种窗户叫做断气窗 所以在楼梯间 我们不太希望有所谓的窗户 了不了解 因为很容易开得很低 像有一次我去加油站 那加油站 他们就是这一种设计 他就是楼梯要爬上去的时候 从这边要爬上去 他旁边给你开一个窗 那这个窗户很低 这个窗户 大部分才就只有40到50公分 这么高而已 所以他就会变成怎样 这个窗户很奇怪哦 只要他开窗 罗盘到这一边就偏 那他关窗 罗盘就正常 所以这个 他那个窗户 就会造成气场跑掉 他就会造成气场跑掉 所以 就会让你觉得就很 很奇怪 你会觉得哇靠 怎么那么神奇 就是因为他太低了 所以我就跟站长讲说 这个窗户不开就不开了 最起码 有玻璃罩着 就算散气 他的一个 效果也会降低很多 所以不要在楼梯上面 有窗户 要的话开高一点 不然的话很容易会形成这一种现象 这是第四个 就是楼梯 间开窗 这个很近 还有一个 我也有碰过 他在哪里开 他在哪里开楼梯呢 他在 他买了5楼6楼 他买了两层楼 那结果呢 两层楼 他就觉得 因为两 公寓大楼的话是坐电梯嘛 那他买下来了以后 他怎样 他为了方便 他可以直接上下楼 所以他把楼梯打通 给你压在 正中央 他把楼梯压在正中央 他方便上去 那这一种 各位 很凶啊 这一种很凶 为什么他会很凶 因为在风水里面 中宫 中宫为五皇 的位置 结果你在五皇的位置 开了一个楼梯 直接上楼 那各位 你是不是就是在 触动五皇 所以他 住在那一边 他住在那一边 就发生了一些 灵异现象 所以我去看的时候 他就是在 很奇怪 你们家怎么还贴符咒 他们家还贴符咒 那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就是 在中间 开了这个 所以导致 里面的一个气场 他是怪怪的 当他后面叫我去的时候 我就尽量的 把这 就是说让他能够 气场回复正常的情况 全部跟他一一的讲 那后面他就 说老师确实有效 因为 他们在之前 他们晚上在睡觉 他们睡午 但是六楼 就是一直会有 叮叮叮叮 就是那一种很奇怪的声音 他们都不太敢睡 那我就跟他讲了以后 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就说老师 真的照你这样子用的时候 那六楼的声音就不见 各位那为什么六楼 会声音不见 因为他六楼的气太弱了 了不了解 他六楼的气太弱 我们只是把他气恢复正常 那一些 奇奇怪怪的声响 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看楼梯 的一些状况 可是因为 他毕竟已经建了这一种楼梯 你知道吗 你也不可能敲掉 所以 只能够降低了 了不了解 只能降低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各位 楼梯这几个 尽量不要去犯道 了不了解 楼梯 因为毕竟楼梯你要改很难改 楼梯你要改很难改 所以这几点 你要去注意 不要犯道 不然的话 他都会造成居家里面 会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所以 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楼梯